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iOS15跟iPadOS15上面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现在你可以直接拖曳文字来复制贴上了 那说到这个拖曳文字来复制贴上的功能 其实在Mac上面早就已经有了 就是在Mac上面你只要选取一段文字 然后直接把它拖到你想要贴上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现在呢在最新的iOS跟iPadOS15上面 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喔 不过目前iOS跟iPadOS15都还在测试的阶段 可能要到秋季才会开放给大家下载 今天呢我们就抢先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拖曳文字复制贴上的功能吧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iPhone上面怎样使用这个功能好了 首先去找到一段你想要复制贴上的文字 然后把它选起来 像这样子选起来 然后你按住它大约三秒钟它就会脱离 有没有像这样子脱离开来 然后呢你去打开你想要贴上的地方 例如说备忘录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了 所以这样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直觉 我再试一次喔 例如说我想要复制这个段落的话呢 我就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长按大概 一秒钟吧 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子浮出来 然后我们再拖到这个备忘录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其实真的超级方便的 不过超度上面呢还是需要两只手来操作 因为毕竟现在iPhone上面还没有开放多工 那说到多工呢就必须要提到这个iPad了 因为在iPadOS15上面 终于开放多工的功能了 所以呢再搭配上这个拖曳文字的功能 真的会非常的好用 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吧 那现在呢我们是进到这个多工的模式 那这边是备忘录 这边是网页 那现在我们就把我们想要的文字选起来 然后呢 大概点个一两秒 那就可以把它拖过来了 我再试一次喔 例如说我想要复制这一段文字 然后呢我按住它大概一秒钟 它就会浮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拖到这边 真的超级方便的 那我前几天更新完iPadOS15呢 体验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适合用来当学生学习的工具 像是多工啊或者是翻译的功能都非常的好用 只是因为现在呢iPadOS15 它可能还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它的翻译功能 我觉得还没有非常的直觉或者是方便 这个部分呢我改天可能会做一个影片 来跟大家展示一下iPadOS15的最新功能 所以以上呢就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最新的拖曳文字复制贴上的功能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 而且超级方便的 虽然我觉得在iPhone上面你可能要习惯一下 就是你按着那个文字 然后拖到另外一个视窗的那种感觉 可能要练习几次才能上手 大家看完之后 有没有非常期待iOS15跟iPadOS15的最新功能呢 如果你有希望我测试哪些新功能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这个快速的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